外面的杂鸡柳,为什么吃起来表皮酥脆,中间肉质还特别的鲜嫩 今天我把方法教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观想星陈老师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捲用一块鸡胸肉 上面有筋膜的话,一定要把这个筋膜给它去掉 这样的话口感会够嫩 先改成5毫米的厚片 然后切成小拇指出的长条 切好以后我们放入碗中进行腌制 200克的鸡胸肉,我们放入20克大葱 10克姜片,10克蚝油,增加它的鲜味 1克白糖,1克味精 再加入2克鸡粉,0.5克胡椒粉 15克奥良腌制料,1克芝麻香油 最后打入一个蛋清 这样砸出来的鸡柳吃起来肉质更加的滑嫩 然后我们将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以后,我们将它腌制15分钟 紧接着我们和一个炸糊 首先碗里打一个鸡蛋 将鸡蛋搅拌均匀 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再次将它搅拌均匀 我们做这个炸糊,不要和得太稠 太稠的话,砸出来这个鸡柳它比较粗 大,然后我们只是需要薄薄的给它裹一层就行 所以说这个糊一定要和得稀一点 搅拌到这种程度,中间没有面疙瘩 然后筷子挑起来,从拉线状 然后加入一勺大豆油 搅拌均匀,我们这个糊就和好了 肉腌好以后,减去葱姜 拍上玉米淀粉 这个时候拍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抓银 让每根肉上面都要均匀的拍上淀粉 然后裹上我们刚才火好的炸糊 用手抓一抓,让每根上面都要裹上这个炸糊 这样的话,我们炸的时候才不容易把里面炸干 最后我们再裹上面包糠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面包糠是这种金黄色的面包糠 大家可以其实选择不同的面包糠 它有这个白颜色的 也有粗一点的,也有细一点的 裹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油温180度,我们放入锅中 然后轻轻的给它搅动一下 防止它粘到一块 小火慢炸两分钟 然后我们将它捞出来 装入盘中 喜欢吃自然和辣椒的 也可以撒点自然和辣椒粉 这样我们这个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香酥杂鸡柳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没有